我在創作的时候 常常会因为创作产生另外的灵感 有时候那个概念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会有一闪而过的一些想法 那星空可能是在我很多年前 有一天突然很想做一个 关于青少年逃亡的故事 这个项目跟一般的这种改编项目的过程很不一样 一般都是一个导演或一个制片人 看上一个题材 看到一本书 然后千方百许去找了原作者 星空这本书画出来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它非常有电影感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电影的概念的书 所以当我把这本书做出来的时候 我就很想看有没有机会来拍电影 我接星空是一股冲动因为林书宇 我在做台北电影节的评审的时候 他那一年就这样封来参长 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到九江峰的时候 我是激动得不得了 然后我好想找一个人告诉他们说 台湾电影有希望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在等待 他的下一部戏到底是什么 我接触我认识的台湾导演 都有一个共同的气质 就是比较书卷气 那当然林书宇我觉得更 好像更像学生一点 但是其实这张面孔下面 其实力量很大的 我看到剧本的时候呢 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 吉米应该会很满意 我看得泪眼朦胧 就简单来说星空她是一个 十三岁少女的一个成长的故事 我觉得因为她有捕捉到 一个少女她本身成长 那个美丽跟那个悲伤 青春的脆弱跟狂业 然后最后你会突然发现 她是极为真实 你觉得两个人之间的爱 会消失吗 星空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 它给人的感觉 就让观众们回到童年 一开始这个提到徐焦来 出任这个小美的角色的时候 我比较同意 但是我同意呢是很心虚的 毕竟星空是在她长江七号之后 第二部就真的是 她在扛的一部电影 就是她真的就是女医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但很奇怪 就后来决定了用她以后呢 我才真正的看到了徐焦这个演员 然后我就非常的喜欢她 我有一点这种就是 有一点一见钟情那种感觉 她应该是天生的演员 她是一个很有 很有内容的一个小孩子 但是恰巧电影当中的出角也是这样 我其实就是已经被她的那个 不知道是她本人或者是这个角色的 这个形象魅力给折服的吧 星空的部电影里面有很多就是充满想象力 还有一些奇幻的画面 小杰呢就是一个全然的新人吧 我还比较信任书宇处理将的演员 因为她过去那九江峰里头就是一帮新人 因为我们是一个筛选淘汰制度 你知道吗 其实还蛮惨忍的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上万人 然后就是选到上千人 每个礼拜又是淘汰一些 每个礼拜又是淘汰一些 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好娇小 可是非常的亮眼 很多人都以为就是说她以前是拍过戏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 因为她在镜头前面她不会害怕 她够沉稳 不太同于一般小孩子的气质 小杰超越了真的是一般十三岁 甚至于有经验的小朋友的演出 她都已经超越了 这样她表现是非常好 来 声音 这个信号的原因啊 其实第一个当然是剧本真的写得非常好 我看第一稿的时候 看到结尾已经都哭出来了这样 那因为角色真的跟我本人非常接近 那有一些生命经验甚至非常的累同 我管他有没有用 我就是想生气嘛 你对我这么凶干嘛 又不是说我不让你去巴黎的 因为我是一个这个歌手 当内容也觉得吸引到你的这个角色 你觉得是一个有趣的角色的时候 不适应的状况会降低很多 小杰 我们一起去看星星好不好 虽然就我们把整个的预算是 就是大大的提高了上去了 但是电影呢 它真的不是只有钱就能搞定 你得让就是最精英的团队 就是可以紧紧的围绕在这个创意的周围 就是我作为一个摄影师 其实我觉得我一个很主要的身份 就是当作第一个观众 所以就是说在拍这部戏的时候 也非常累 就是说杰克也非常累 我也非常累 是因为我们非常讲究 每一颗镜头的构图 每个镜头的摆的方式 每个镜头它摆的位置 为什么我从这边剪到那边 都有它的一个意义在那里 导演的期待就是那么高 那我对自己的期待也是蛮高的 就我个人的感觉 就星空是第一部真正意义的两岸的合拍点 它是一个纯台湾的一个创意 但是它用了这个大陆的女主角 它整个后期的工作是在北京完成的 摄影呢用了那个丰生的摄影 然后外景呢除了涵盖了 我觉得台湾很多很多的 过去没有被拍摄出来的那种角度 以及美景以外 就是甚至为了一个短短的三分钟的结尾 大队呢跑到了巴黎去拍摄 什么是对这部电影最好 最美的一些画面 最美的一些场景 不管多分散 不管多远 我们都还是要跑去拍 在这个组里面你感觉 演技是舒服的 表演是受尊重的 现场是有秩序的 然后导演是有想法的 这些努力呢都是说明 他这个作品的创作的 的认真跟诚意吧 讲我们都能听得懂的故事 看一种我们都能理解的文化 我认为他会是今年的一部话题作品 希望大家可以 一起来欣赏这部电影 我相信大家看了以后 都会很喜欢